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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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出来了吧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一模一样 既然你肯出那么高的价钱 让我给你做的一个雁片 我也敢向你保证 这个雁片 绝对值你出的那个钱 这 太神奇了 你说对了 古玩行里神奇的事多了 有的时候 可以让你把真的 当假的卖出去 也有的时候 让你把这假的 当真货出售 我找您算是找对人了 有事你说话 那我还 真有点事要麻烦你 说 帮我把这真的 按您说的那个价钱尽快出了 没问题 但有一样 能出那么高价钱的 古董商不是太多了 估计也得等 没您的意思 您看这样行不行 不管您多少钱出 我给您提百分之十 好 我尽力 那我 我这 我这是拿哪个走啊 我 管坏 等您的好消息 好好好 真是好东西 著名的邹老师 好好好 来 里面行 没问题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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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没看出来啊 经常上那健保类的电视 看 看过 看过 不止看过一次呢 来 邹老师您坐 您坐 您坐好了 您好 您好 来 您快坐 您来到我们这小地方 真是给我们彭力生辉啊 是 拉里拉里 不行 你瞧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乘菜去啊 对麻烦快点啊 好 好 马上来 马上来 我说啊 邹老师下午 还要赶飞机去北京 我就是占用人家 吃午饭的时间 来帮咱们看东西 邹老师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感谢您坐您坐 您坐坐 那咱们就不说客套话了 就直入主题了 听小周说啊 你这儿有个宝贝 是啊是啊 我这个都给您预备好了 您呢见多识狂 在您眼里头 可能就不算什么东西 来 您给看看 好好好 来 您看这瓶儿怎么样啊 对 算是个宝贝吗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 说这个瓶子啊 得值二十万 二十万 听着专家说 二十万 谁跟你说的呀 但是我一个 不 邹老师是这样 不瞒您说 在请您来之前 我也找了一个 就是在我们这片儿 还还算比较有名的叫 青瓷老王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他帮我们看了一下 说可能还真不止二十万 怎么也得有个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 钱师傅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 行 您说 你这个花瓶啊 要是花一千块钱买来的 值 虽然是一个假货 但也算是手工精细 是个高仿的赝品啊 行 曹老师 您 您再好好看看 您仔细地看看 他 这肯定不是赝品 那个老王说了 这个 对 他不是宋朝的 这是肯定的 但他怎么也是 明目清初的呀 是 是 曹老师 我跟你说啊 我是从一个朋友 手里头他 他抢过来的传家宝啊 他跟我说 都传了几十代的人了 您 您再看看 那你肯定是让人家骗了 几十代人 这个花瓶链 一代都没传过来 我可不是信口雌黄 你看啊 我得跟你好好说说 这个瓶子它假 就假在这儿 你看看这个橙色 还有这个不红道 这个 这个 叔 这个幼色 叔 叔 叔 你怎么了 黄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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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回来 黄秦 黄秦 赶快打一二连 快 快 快 黄秦 黄秦 叔 先生主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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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